宋代司法制度之健全 法规执行之严格 远超之前的秦汉唐之后的原明清 宋代是中国法治史上 法治建设最健全 执行最严格的时代 他也有以下表现 第一权力分离 宋代呢 把执法机关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叫吉卜机关 吉卜机关有魏司 玉史台 大理事 黄称斯 金卫军 魏司就是县公安局 这是可以抓人的 但是你抓了以后不能审 只能抓 抓了以后交给谁呢 交给审讯机关 审讯机关叫推司 也叫居司 义司 他们才能审 审完以后 他们也不能判 要交给判决机关 判决机关叫法司 三个流程是分开的 抓人的管抓 审人的管审 判决的管判 有权抓的无权审 有权审的无权判 我们前面讲的啊 吉普机关抓住犯罪嫌疑人 然后交给审讯机关 审讯机关又分两个 一审二审 一审叫推刊 二审叫录问 推刊什么意思呢 叫来 你叫什么名字啊 哪里地方人啊 多少岁了啊 等等 验名正声 然后你有什么犯罪行为啊 核定证据 录下口供 一审干这个 二审的时候呢 必须把一审问过的问题 重新问一遍 如果是州府二审 还必须到临州 借调法官 要全州要审一个犯人 全州不能审 到漳州去借一个来 漳州要审一个犯人 张州不能审 全州借一个过来 回避 怕你搞鬼 如果是死刑犯呢 必须集体审讯 就这个案子是 要判死刑的 一个法官审不行 要一群法官一起来审 而且最重要的是 二审法官必须告知权利 第二审法官 必须对犯罪嫌疑人说 你有权喊冤 有前面审过一次了 法治兼权表现之三 四个人判决 就二审也审完了 犯人也没喊冤 这个时候交给审判机关 判决机关 判决机关呢 他分四个程序 第一步叫减法 先把适用法律条文找出来 这个人干完这件事 就不干了 没他的事 交出去 然后理判 第二个法官 把这个东西接过来 把适用条文 拿过来 把口供证据拿过来 然后做一个判决 写出判词来 他的任务就完成了 退场 交给第三步 叫审核 由他们同级的官员 组成合议庭 大家来看看 适用的法律 找的对不对 判词写的对不对 对了 好 OK 形成一个决议 他们又退场 最后交给长官 签署 四道程序 才能判一个案子 第四 保护被告 就在整个的审讯过程当中 推刊 录问 检法 不得见面 他们是不同的官员 不能见面的 见着面就 那完蛋了 那你就犯罪了 而且呢 更重要的是 他是可以上诉的 而且宋代规定 尤其是死刑犯 不但本人可以翻案 家属也可以翻案 说白的 就是这个人 拉出去砍头了 砍头之前 死刑犯 喊说 冤枉啊 停 如果他家属冲出来 说冤枉啊 停 带回去 重审 所有前面程序 再另外找人 法官要换过 把所有程序 再走一遍 走一遍以后 又没问题了 又该杀头了 再拿回他 冤 带回去 再找一批法官 再把前面的程序 又走一遍 这就确凿 再去杀头 那么这可以搞几回呢 北宋可以搞三回 南宋可以搞五次 就是南宋一个死刑犯 有五次机会可以不死 那到到了第六次 省下来 你还是死刑犯 那你还是死刑犯 他为什么这样 就因为宋代的统治者 非常重视司法公正 宋太宗 亲自担任过大法官 事情呢 是这样的 是开封市有一个市民 叫王源吉 这个人呢 被控告呢 谋杀了他的继母 这杀人犯了 判了死刑 就按照宋代的 这个法制规矩 他的家属可以喊冤 因为他执行死刑的时候 他的老婆出来喊冤了 冤枉 退回去重审 太宗皇帝自己来审 一审发现是原案 原案造成的原因 行性逼供 于是太宗皇帝 把这个行性逼供的 法官叫过来说 你怎么逼供的 在你身上再来一遍 结果那个行性逼供的 检察官或者法官 鬼哭狼嚎 然后太宗皇帝说 你知道疼了吧 你能用这种办法 对付老百姓 会送的统治者 非常清楚 司法公正的重要 我曾经说过 所有的领域 都不能腐败 但是有三个领域 特别不能腐败 这三个领域就是 医疗 教育 司法 医疗腐败 生命有危险 教育腐败 民族有危险 司法腐败 政权有危险 医疗腐败 会危害到 每个人的生命安全 教育腐败 会危害到 我们民族的前途 而司法的腐败 一定会动摇 政权的稳固性 和合法性 这三个领域 尤其不能腐败 宗的统治者 意识到了这一点 所以才有 文化繁荣 和科技进步 导音